人生日劇初體驗 因一個小水泡大delay 第一次去日本拍日劇 你認受日文好嗎 爛得不得了 壓力分大的 第二天起來一看 小水泡 就開始在我的嘴角 就這樣長起來 導演每次看到你 你都會覺得 都要看你的嘴巴 立馬決定跟他們請假 飛回台灣 然後表就再重拉 他還不剛會改劇本 我得泡枕的女留學生 週朵更日 下午點 東森週二台32頻道 一輸好爛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